蔡英文總統說台灣半導體 沒有辦法被取代 我們的生態系沒有辦法被取代 或是被rebuild 重新建立 這個回答 文健姐你覺得滿意嗎 不是他的回答 是那個記者的問題 就是我認為那個記者 Socking很愛台灣 他提醒了蔡總統說 當你答應拜登 把兩個場 第一個場是川普時代答應 第二個場是拜登時代答應 去哪裡呢 去全美國最熱的州 叫Arizona 是台積電最需要水 然後最缺水的州之一 只差一點沒有叫我們去沙漠 然後沒有人才 因為美國已經沒有半導體 這個科系只剩下三所大學有 MIT Caltech 跟Berkeley 所以在這個情況裡頭 這個人他Socking 他問了蔡英文的問題 他很像 很愛台灣的總統 他說當你把這個場 都移到美國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擔心有一天 中國想無力攻打台灣的時刻 所以問題比回答的重要 因為回答有點空洞 然後問題比回答重要 就是說美國就因此更不想來協防台灣 那蔡英文的回答 因此才回答裡面 他講說他對台灣台積電在這裡 它有一定的生態 有一定的競爭力 它是很有信心的 那我們如果比較上頭來看的時刻 就是說張忠謀的說法好了 張忠謀的說法說台積電面臨四十幾年來 最嚴重的台積電的國際政治裡頭的風險 跟危機 某程度他也認為說台積電的最高峰時期 可能過去了 然後台積電已經變成一個被逼迫 去日本 去德國 然後去美國兩個場 然後相對來講 蔡英文還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到美國去呢 會增強台積電在全世界供應鏈的韌性 就是變成更好 所以美國人那麼喜歡蔡英文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對他而言 美國的利益重要過於台灣的利益 那台積電是從1986年年底開始籌備 為什麼要籌備一年呢 沒有錢 然後張忠謀也到處去找外資 只有菲利普 只有菲利普 就荷蘭的菲利普越來投資 英特爾什麼都不肯投資這樣 那台灣要舉全國的錢 要來成立一家台積電 本來呢他們想要成立比較小的 張忠謀就有他的經驗說 這風吹草動啊就會倒掉 風吹草動呢 隨便這樣就會倒掉 所以你一定要成立一定大規模 可是台灣那時候很窮啊 沒有這個錢啊 所以交通銀行就是前身的 這個趙風金控的交通銀行 幾乎把所有的錢都丟了 幹什麼還是不夠 那這是王永信晚年告訴我的故事 他說那個時候呢 他就被講成為趙健 然後就叫他呢 他們就去台灣銀行查 誰錢最多就是他跟河傳 而且趙健叫他投資台積電 他說他連什麼積電半導體都不會寫 為什麼叫他投資這個東西 然後可是他想 因為蔣經國那時候權威很大嘛 他想 我想要這個頭 還是要這個錢 頭老了再探錢 有錢什麼流用 所以想想的兩個人呢 就簡直是你很會講這種台語的 待會不是要講 最後呢 他就說不要叫我基因之神 我根本就不懂 我就為了啪 被蔣經國怎麼樣了 我就乖乖跟河傳兩個人 把台灣銀行所有的存款 都丟進去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上市第一天 王永信就把所有的股票 全部賣光 後來他晚天就講說 後來他晚天就講說 你做到了蠢事 我不是基因之神 我那時候欠留就不要多少倍 那我講這個故事就是說 我們當然 我自己是黨外時期的人 現在很多民進黨蔡英文 他們都不是 他們是國民黨的人 無縫接軌變成民進黨的人 那我是當年黨外以後的人 所以我是批評過國民黨很強的 可是我必須要說 在那個時刻 台灣的黨外人士爭取民主政治 然後對抗國民黨 可是國民黨的確是一個戒嚴體制 不相信民主政治的一個政權 可是他很在乎台灣的經濟 然後以蒼生為念 所以這兩個力量 雖然是互相對抗 而且也有很多悲劇的故事 可是他對整個島嶼裡頭 變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所以我們到了90年代 既有民主政治 又有了高科技 好 那我回來看蔡英文 剛剛那個談話 我講那麼遠 我們的領導者 他在回答 這位Dills Summit的Sockings 回答的時候 他居然敢說美國有人才 美國自己都不敢說他有人才 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報導 他說美國半導體業 整個晶片與科學法案裡頭 所有拜登的夢想裡頭 要面對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美國的勞動力不足 跟半導體人才不足 只有蔡英文認為人才是足的 所以他應該去拜登政府裡頭上班 可是他領的是中韓民國的薪水 所以美國人那麼喜歡蔡英文 他對美關係非常非常的好 很大的原因是 在台灣跟美國利益衝突的時候 他是以美國利益為主的 這個話我講得非常重 可是我希望蕭美琴聽見 因為他以前是一個蠻善良的人 我不希望他重蹈蔡英文的錯誤 我想知道就是說 你們這些人是來做台灣的總統 還是美國在台灣的代理人 你以美國的利益為主 這件事情就是明顯的兩邊的利益衝突 人家美國的記者問的都是台灣的利益 我們總統回答的都是美國的利益 What's wrong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